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当遇上找事的记者有多无语 当年赵丽颖全程笑脸 爱捕刀滴情商 怎么会有这么没有职业道德的记者 所以李一峰在给你拍戏的时候 你有感受到他对你有生理反应是吗 没有啊 这是感情戏啊 哪那么多生理反应啊 令人感到气愤的这一幕 出自2016年的青雲智发布会后台 当时赵丽颖发看高烧 接受着18家媒体的访谈 轮到某一新闻采访时 对面的记者全程对他都充满恶意 整个过程不是在给赵丽颖挖坑 就是咄咄逼人给人扣莫须有的帽子 全程18分钟的视频 让人看了知觉的窒息和不适 但赵丽颖却全程笑脸相迎 好脾气的依依作答 外界都给赵丽颖贴上了 爱捕刀 低情商的标签 所以这位记者一一上来 就内涵赵丽颖嘴毒 尖酸刻薄地询问他有没有在拍戏时 捕刀冯绍峰 赵丽颖刚说了一句没有 他紧接着就问 是不是跟冯绍峰不熟 简简单单的一个问题 却在不知不觉中 给赵丽颖挖了两个坑 不过比起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这根本不算什么 那拍了这么多戏 已经吻过这么多男神了 就是在跟李一峰拍戏的时候 还会有那种生理反应麻痹 如说脸红心跳啊之类的 生理反应更多的是男生吧 如果接受采访是纳英或是宁静 可能巴掌已经扇在这个记者脸上了 但赵丽颖却耐心地给他解释没有 然而这个记者好像脑子有病一样 赵丽颖刚说拍吻戏没有生理反应 他立马就问对方是不是性冷淡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二级管吧 不知道这样没脑子嘴欠的人 是怎么成为记者的 直到遇上这个阴暗的记者 一向与人为善的赵丽颖再也不忍了 如果不是记者全程咄咄逼人 赵丽颖也不会把他对到无言以对 在说起接眼必谣这个角色时 记者故意引导赵丽颖之所以会接戏 是因为跟幕后的制片人 有不正当的关系 你别你别引导大家往外出想哈哈 我还是要看角色的啊 或许赵丽颖的回应 让记者感觉到了不爽 紧接着再次向对方发难 话里话外都在内涵 赵丽颖嘴上不饶人 经常得罪人 人缘差 赵丽颖刚说跟朋友相处 也是想说什么就什么 结果记者立马就问 你的朋友是不是很少 这人生活的环境没有多阴暗 才会这样恶意揣测一个陌生人 他的采访中根本看不到 一个媒体人该有的素养 倒像是黑粉派来想把赵丽颖 置之死地的柜子手 赵丽颖说自己休息在家 就是收拾东西 他立马就问是不是有收拾皮 赵丽颖说自己没有玻璃心 他又问会不会用小号点赞 或者与黑粉木架 明明都说过没有小号 他还反复确认 拼命引导 好在赵丽颖头脑清醒 从来不自证 而是反过来质问他为什么要养小号 记者感觉在气势上输给了赵丽颖 所以在接下来的问题中 再次加枪带棒 甚至喊对方为大姐 面对如此窒息的操作 赵丽颖还能笑脸相迎 并且有有余的与其周旋 可见他的情伤并不低 当众接人伤疤 用别人最屈辱的经历 为自己炒作 被称为撒严教主的温雅 究竟有多没底线 第一车魔翟领与前男友分手后 导致他的私密视频一夜之间 传遍了整个互联网 经此一事 他不仅名声尽悔 就连事业也受到了影响 当他好不容易 才从阴影里走出来后 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 在正式开始录制前 翟玲就已经明确表示 不想在节目谈及此事 然而主持人温雅为了给自己炒作 在节目中屡次刁难翟玲 一上来就恶意满满地判定 翟玲靠步雅视频炒作 他还认为作为受害者的翟玲 在这件事上得到的热度 远高于遭受的谩骂 到最后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 如果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会很开心 为了红居然连这种 丧尽天良的话都能说出来 可见温雅不仅没有同理心 还没有道德底线 对于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 翟玲表示自己不会开心 也不想再谈 眼看场面很干 于是工作人员站住来阻拦温雅 希望他不要继续讨论这件事了 没想到他却茶里茶气地哭了起来 面对主持人的不依不饶 翟玲实在没办法 只好明确表示 不会拿自己的清白炒作 毕竟将来他还要谈恋爱结婚 结果对方还是一口咬定 他就是在炒作 翟玲实在忍无可忍 直接转身离开了录制现场 这种低情商又没有同理心的主持人 根本不配出现在电视节目上 2.赵丽颖蜕变成时尚女王 出演张杰MV女主角 穿白者裙半嫩美成笑花 赵丽颖 从国民女神到时尚女王 赵丽颖 这个名字在中国娱乐圈家喻户晓 作为中国内地知名女演员 代表作品有《楚桥传之》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 凭借甜美清纯的外表和可爱俏皮的演技 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不过 即便是这样一位广受人们喜爱的女演员 出道初期的她在穿衣风格上 也被不少网友诟病不够时尚 不过 随着赵丽颖日益成熟的时尚眼光和完美的身材 再加上更换造型师后 赵丽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时尚女王 赵丽颖优雅清纯校园女装 赵丽颖一直钟爱校园风的穿搭 这件短袖衬衫 条纹蝴蝶结 高腰白者裙 体现了她优雅清纯的校园风 赵丽颖选择了一件白色短袖衬衫 搭配浅色白者裙 营造出清新简约的造型 小配饰方面 她选择了领带和领结 并在其中加入了条纹元素 丰富了造型 让整身穿搭更加英伦 这套穿搭 赵丽颖的小蛮腰非常吸睛 一头顺滑的直发长发 分分钟像学生妹 赵丽颖狂野性感 鲍纹连衣裙 在众多时尚杂志的封面上 赵丽颖选择了狂野性感的造型 与她一贯的可爱形象截然不同 一字领鲍纹连衣裙 搭配裸色尖头高跟鞋 波浪型的发型 让她看起来非常高级 成熟又时尚 鲍纹一直是性感的代名词 这条裙子采用了饱和度比较低的 暴纹图案 搭配深色系 营造出恰到好处的野性 一字领的尝试恰到好处的 让她的肩部更加好看 赵丽颖大胆尝试各种风格 赵丽颖的时尚魅力 与她多年来 对各种风格的大胆尝试是分不开的 她不仅善于运用时尚元素 更懂得将不同风格融合在一起 打造吸睛造型 如清新甜美的校园少女 优雅大方的职场女性 优雅性感的时尚icon等等 不过 虽然赵丽颖在时尚方面的发展不是很好 但还是有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 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尚icon 是不是清新元气少女 是优雅高会的职场女性吗 还是成熟性感的时尚女王 其实赵丽颖的风格是多方面的 这也是她的魅力所在 她有很多身份和形象 但无论何时何地 她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这也是她极具魅力的原因 她的时尚之路将是一场长期的探索与发展 期待她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